随着埃及关口开通 第三批运载物资总数20辆的车队 23号已经进入加萨 暂时缓解燃煤之急 不过CNN统计这次运来的物资 其实杯水居心 只有当地品尝物资的0.5% 此外因为燃料跟医疗资源匮乏 加萨已经有数十家医疗院所停摆 不仅早产而岌岌可危 有些伤患还被获无麻醉进行手术 人道危机持续扩大 联合国卡车运来救援物资 民众迫不及待排队领取 随着埃及拉法关口开通 23号又有第三批物资进入加萨 不过这次只来了20辆 根据CNN统计 比起平常单日数百辆的规模 这次来的数量只有大约平时的0.5% 还需要7600多辆卡车 才能填补物资缺口 在加萨医疗用品和各项物资匮乏 巴勒斯坦卫生当局表示 加萨已经有12间医院 和32处医疗据点停摆 医院急需燃料发电 否则靠保温箱和呼吸器 维持生命的早闪额 将在断电后的五分钟之内 全部夭折 没有燃料就无法发电 含水淡化厂 汉面包店也无法运作 联合国官员表示 加萨燃料将在两天之内耗尽 不过以色列却顾忌 哈马斯取得燃料 只是不肯放行 此外医院还传出麻醉剂不够 部分伤患被迫无麻醉进行手术 医疗量能已经到达崩溃边缘 成为了免疫